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 是猫 是狗 是神仙还是怪物 他只要是我的神先生 就够了 米兰 神先生 来 拿这个喝 喝吧 对你身体好 对你身体好 慢点 这个药好苦 莫先生说 你给我煮了鸡汤 好了吗 我想喝 你刚刚喝的就是鸡汤 我想让你好得快一点 就往里面多加了几个药材 给你补一补 鸡汤好好喝 神仙人真厉害 还想不想吃米糕啊 想吃 我想吃甜的 好 那我给你去买 我给你去 我给你去 来 香甜的米糕 老板 来两块米糕 好嘞 真是太谢谢你了 我就等着把这一笼卖完 早点回去呢 怎么 最近生意不好 世道不太平 海东那边的海东军 日子接上巡逻 说那边的逃犯 跑咱们这儿做案来了 我是怕死啊 还是赶紧回去比较好 好嘞 来 谢谢啊 米兰 喝茶 小心烫啊 没有毒 还有蚊吗 你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 应该多休息的 我不想一直躺着 我听沈志恒说 你为他付出了很多 这次受伤也是因为他 不是付出 沈先生要办条命是我的 我得负责 可你知道 他是什么样的人吗 莫先生 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 是猫 是狗 是神仙还是怪物 他只要是我的沈先生 就够了 你的沈先生 回来了 沈先生 米兰 吃米糕 我得带米兰离开了 海东军找过来了 海东军找过来了 这几天多要打扰 有缘再见 其实你们也不必急着走 海东军那边 我也能帮你应付一下 那倒不必 我已经牵扯到很多人进来了 你已经帮了我很多 你的勇气让我佩服 我祝你 能顺利地找到薛博士 莫先生 告辞 保重 看 先生 过不去了 什么时候改道了 先生您看 河水改道 把路都冲断了 我这车实在是走不了的 没事 就到这儿吧 实在对不住 先生 谢谢先生 米兰 先生 您慢走 这段路你走不了 我背你 沈先生 我们为什么要去老家 那里人机喊着 是 我可以静养 另外 这百年时间里 我寻找的答案 或许就在那儿 可若人可以长生 为什么要知道自己 从哪里来呢 那你怎么又知道 我的归宿长生 而不是疯狂杀戮 失去自我呢 我和您不一样 我才活到了现在 我从山下来就看不见 所以我只想当下 如果能吃饱 穿暖 能开心 还能跟沈先生在一起 我还没好好看过 沈先生长什么样子 沈先生长什么样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